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罪孽深重的我可以认识心灵法门和炉台长师父 让我有机会通过念经许愿放声改变我的命运 我今年20岁 在我两岁时 我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的眼疾 将会渐渐的失去视力 医学上暂时没有治疗的方法 13岁 我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的肾脏病 因病情恶化得太快 几个月后我便洗肾了 我曾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却因为病情的反反复复 身体虚弱 我渐渐对宗教失去了信仰 虽然母亲很希望我跟着她一起学佛念经 但因为我的极力反对 母亲也不勉强我了 就是这样绝强的我 在2014年的5月 2014年的4月 遇上了我生病以来最难熬的一关 也就是这一个大节 让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4月5日的晚上 12点 我的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 我呕吐了四次 救护车把我送进了医院 医生查出 是因为细菌感染了我洗肾的管子 最后的两个星期 我的脑海里记得的 只有疼痛和无助 病情每况愈下 医生和护士都束手无策 我的高烧烧到了42度 细菌又感染了我的肺部和脚 脚也肿了 眼睛也开始剧烈的疼痛 我完全睁不开眼睛 每天勉强睡上两三个钟头 之后又在疼痛中惊醒 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我打大量的麻啡药 换不同的药物 在我的身上动刀 医生从我的鼻子插管子到胃里 要取出胃酸 但却导致胃出血 每一天我都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每一天都是不好的消息 家人只有看着我痛苦 无能为力 母亲和二哥在我的病床旁帮我念经 有天在家人念经时 我突然感觉 我的疼痛好像少了一些 我似乎看到了希望 我跟母亲要了一台唱佛机 放在病床旁24小时都开着 这样子我好像有了一些安全感 进入了五月 病情一直反反复复 情况恶化时 我好像又重新掉入了谷底 就在这时 母亲通过马六甲的小姨 了解了心灵法门后 并开始自己摸索着 为我念经 每天都很虔诚的 跪在床上 从早念到晚 有时还念到凌晨 也许是观心菩萨 被我母亲的虔诚所感动了 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病情好转了 医生和护士都很惊讶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而我自己也感觉到 也许经文救得了我 我便开始跟着唱佛机一起念经 5月17号的晚上 我第一次安稳的入睡 从第二天开始 我便每天都很急迫的盼望 能有人指导我们念经 后来在麻坡师兄师姐的帮助下 父母带着我 从医院请假 到新加坡观音堂 给观世音菩萨 磕头发愿 我跪在佛前 我跪在佛前 洗下 今生今世 要努力 度人 红法 这个大愿 起身后 我突然感觉 精神好很多 思维意识 没有这么模糊了 之后 师姐帮我打通了 台长师父的图腾电话 师父开始说 我前世杀了很多青蛙 导致了我今生的这样的果报 必须要念八百张小房子 之后要继续念下去 还要不停的放声 才可以救得了我 我和母亲开始念小房子后 奇迹便一件件的发生了 一 我的病情迅速的好转 连医生和护士 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三个月后就出院了 而病情比我轻微的病人 还得住上四到六个月 二 喜剩的病人在喜剩时 都会怕冷 也不容易吸收营养 不容易长肉 但是我喜剩的时候 完全不用盖背 验血报告出来也显示 我开始增加了生血的数量 从出院到现在 我已经长了四到五公斤 医生都觉得很惊讶 三 在2014年 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善心人士 捐赠一个和我匹配的肾脏 条件是 要把母亲的肾脏给另一个人 原本在2014年的九月 我和母亲 会经历 全新加坡首例 四人同时进行的活人 幻圣 幻圣 手术 风险非常大 也许是观世音菩萨保佑 就在我们手术前两个星期 一位师姐帮我打通了台长的图腾电话 师父开始说 我不应该接受这个以妈妈的肾 为代价的肾 因为我的功德不够 就算现在接受了手术 加莱也很有可能失去这个肾脏 犹豫再三 我做出了令所有医生跌破眼镜的决定 放弃了手术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师父 相信佛法可以救我 并且我也不愿意让母亲受到伤害 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慈悲 在我和母亲一起拼命 努力念完八百多张小房子后 发生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喜事 就在几个星期前 两年都没有小便的我 突然来了一点尿 我和母亲都不敢相信 之后每一天都会来一点小便 每一天都有10毫升到20毫升 医生说 当喜剩的病人失去了排尿的功能以后 就不可能再自主排出小便了 除非患到新的肾 但是现在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虽然现在每天的排尿数量都很少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的念经做功德 一定会恢复成正常人一样 四更神奇的是 在我住院的时候 眼睛被细菌感染到 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就在几个星期前 当我和母亲在观音堂念经的时候 我突然看得到金书的颜色和同修衣服的颜色 之后我每天一直都能看得到 比较亮的颜色和灯光 我现在还能自己点香 我和母亲是多么的激动和喜悦啊 从我接触心灵法门开始念经的那一刻起 每一天都是法喜充满 每一天我都觉得生命充满了希望 父母亲前前后后为我放生了三万条鱼 台长师父说 放生对我们最大的利益 就是消灾严寿 离苦得乐 功德无量 真的非常感恩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和卢君同台长 心灵法门让我重获新生 也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心灵法门的师兄师姐们 我一定会更努力的 做功德 念经忏悔 修心学佛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启发更多的人 相信佛法的力量 希望将来也能和师兄师姐们一样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帮助众生 学佛开悟 离苦得乐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